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加德 今天教大家一个碗池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学会用你的膝盖从上面跪打来 跪出来一斟 很多朋友不敢下碗池怕失歪 但是滑懒一时是一定会摔的 所以第一课是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安全地摔 滑懒吃一定要戴好你的头盔 因为这个里面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就摔到脑袋了 然后准备好一个比较厚的呼吸 这样子跪的时候会很舒服 选择一个浅一点的懒吃 双脚先站在coping上露出脚尖 然后让你的双脚和肩同宽 下落的时候膝盖稍微弯曲 选择一个你舒适的双向 这样子落下去的时候已经很接近湖面 膝盖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力 之后你可以找一个高一点的湖面 是跑到顶部 然后转身向前一步 之后跪下滑下 现在你可以试一下滑起来 双脚的话你可以像跟它跑一样 然后可以用手把滑板抓住 然后再跪下 身体要转过来 摔下的话你可以把滑板吃掉 然后直接跪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